蔡壁如會這樣講 我想她等了很久了 因為基本上來講 她是這一場 這前一陣子人事鬥爭的 她是失敗者 她是盧審 真的是很顯然 她大概是心懷不滿 那這個時候剛好 當她找到一個機會她要講 當她來講 我想她的確是創作黃珊珊 她認為她的權力 她擺在以前柯文哲前面的一個人 唯一的一個帶刀的侍衛 就是蔡壁如 那蔡壁如最後到臺中去選 就會看得出這個是已經發配邊疆了 那她大概心裡是有怨 有怨有恨 那這個時候當然要講 她要講出來 不過她講說 這個柯文哲你心裡是不是還有粗心 這句話坦白講 你如果真的認為 一方面你又說覺得很不捨得 男友覺得她應該還是很怎麼樣 是周圍的有問題 那你就不應該問她有沒有粗心 人家說你用人不查 你的粗心應該在了 所以其實她這次 她可見她對柯文哲其實也是很多不滿 她是把柯文哲一起放進去一起罵了 這個政治就這樣 這整個來講 其實受傷最重要是柯文哲 就證明說她沒有領導能力 領導的最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你要冷和 你像劉邦他們這些打天下人 前面的各種各樣的 真的一窮好沒有一個是好惹的 可是他都可以讓他們為他效命 可是你柯文哲你就是沒有這樣一個能力 然後你又說話有時候太誇張 那你現在當然人家就用你以前說的話 來檢驗你 那當然粗心 粗心我想早就沒有了吧 對 我想選舉過的人在這幾天看這件事情 我只能說就是亂到不可思議 是真的亂到不可思議 我想現場我們很多人都選舉過 或者參與過競選總部 競選總部絕對就是一個亂字 但是要亂中有序 那競選總部裡面的核心的人 其實不會多 我們會多的人都是外面的志工 義工和夥伴們 那這一次爆發出來這些就是財務上的事情 我們覺得真的很匪夷所思 那到現在為止沒有看到這個叫做端木正的會計師 他有出來做說明過 不過因為我在這個會計師圈子裡面認識很多人 他們大概跟我形容一下說 這個端木正會計師 其實跟柯文哲主席本人還蠻搭的 因為他的這個性格上面 其實也蠻特別的 那也不太跟人家交際 然後聽說在這個會計師 這個全國聯合會裡面 也很少跟人家往來 但是每一年都一定出來選這個理監事 那當然都沒有選上 就一個比較特別的人 那其實我們有這個快線 是全國聯合會 在對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平常的時候 如果他們的會員 有出現一些帳戶上面的重大問題的時候 他們也有這個紀律委員會 要下去調查 那如果說這個被調查的對象 他不配合或者是說 這個案情的屬實的這些 他們就把這個送經管會 那經管會有一個懲戒委員會會去懲戒 不管是讓他停業也好等等 事實上為什麼講這一段 那都會足以要了一個會計師的命 不管他的公司或他的前途 他整個事業體可能就垮了 那誰會去將來把自己公司的帳戶交給一個有重大瑕疵的 會計師去做 所以你要說這個會計師 除了這麼大的一個包 詳細情況怎樣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會計師像我們的帳 在選舉的時候帳 也都是必須要給 會計師最後去做審核 但是記帳的是誰 我想記帳一定是我們自己在記 一筆一筆在記 而且來新款的 不但要有發票或者要收據 前面還有估價單 後面像我的紀念總部 我們更嚴謹 我們還要有領據 就除了以上之外 你誰給我拿走 還有領據 每一筆支出 每一個憑證 我們自己廟留的 最後給會計師了 那包括我們的會計師 也告訴我們說 公司帳還未必一筆一筆查 選舉的帳絕對是收跟支 每一筆要查得很清楚 資金的流程對象 那到哪裡去 包括他要幫我們把關風險 那個會計師 怎麼幫我們把關風險 我們如果有政治現金進來 這家公司 如果他是虧損的公司 不好意思 這不能收 第二個 如果他有承包公家機關的 標案的 不好意思 也不能收 那他都要幫我們去規避 到這一些風險 那仔細去查看 所以我想 我們把這些帳的 最後的查 要出這麼亂的事情 其實我老實說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出到這麼亂的事情 但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這個端木 會計師跟民眾黨這邊 所有的幹部 大家目前是各說各話 所以我們都物理看花 當然檢調進去以後 陳如剛 春成委員說 很快可能就會有一個 真相出來 但是我想 我剛剛提到競選總部 幹部的人員說實在話 今天有人在講說 怎麼好像都是發包 給自己的閨蜜 好朋友 什麼親信 其實我覺得這個沒什麼 因為選舉的時候 你本來就是會給 你最親近的這些人 重點是你有沒有照法律 在走 這才是重點 但是至於民眾黨跟至於柯主席 這要問到底這些最親信的人 這些閨蜜怎麼了 怎麼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這個 就是最親信的人當中去發生 那民主黨的領導統譽 當然這是家務事 可是我們不得要不看 其實從他過去 這個第一次這個打贏市長選舉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有一個人叫簡余燕 然後這個姚立民 當時大概都是非常挺的柯主席 但後來好像也都翻臉了 再看到他進了這個臺北市政府以後 去主政 當時這個首長好像有高達十幾位 也都相繼離去 大概這個數量是當時整個首長的三分之一了 那我這邊也調了一個數字 去看了一下說 除了政務官以外 哇 他的事務官更可怕 事務官在他的任內 這個北市府員工 2016年退休是793人 但請調高達970人 離職有237人 那比起前朝 大家流動事情會有 大概多了300多人 所以我想這個一個團體裡面 不管在帳戶上 可以有這麼混亂的事情發生 或在整個領導統領上面 我覺得其實整個黨 不管是要跟自己內部去做一個檢討 或者要跟最最大的小草做檢討 我覺得這個可能都是必要的